12月26号 圣诞节的第二天 我们来到了富有欧洲风格的海伦小镇 原以为游客不会很多 没想到刚接近小城 就感受到了热闹非凡的景象 我们此次游览乔治亚正值圣诞节期间 节日的喜庆 孩子们的嬉戏 加上人们欢快的笑脸 形成了一副美丽的画卷 配上极具艺术风格的欧式建筑 真是养眼哪 感谢观看 我们来到了我最感兴趣的 自制水墨古店 我老公把这家店叫粥店 他说我一定会感兴趣的 果不其然 等会儿我们会发现 这里真有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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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做粥用的五谷杂粮实际上就是碎小麦 白和黄的玉米 还有就是大米 这跟我们在超市买的这种烧粥 粥用的粥粥啊 杂米啊 没什么大的区别 这是美式稀饭 美式粥 但是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哎哟 它一定是当年的 闻起来都喷喷香 这让我想起了童年 只有小的时候才品尝过这种新米的味道 我会把网址放到我的频道说明里 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 这个店呢 是旧物店 同时也是收藏品 看看在里面能不能寻到点宝贝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用过这样的老式打字机 这些应该是比较老的相机 有价值 看呐 他们在干什么呢 开大会呢吗 这是我们要来寻找的全天然的精油制品 包括香蜡烛一类的 不含香精 我可以安全的使用 so nice here 满院子的沁着花香的薰衣草 制作出来的全天然的绿色香蜻产品 一定是最安全的 这是他们自产的薰衣草首部消毒液 我在这家薰衣草特色小店淘了很多宝贝 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哈 我对香精 严重过敏 但是我生活当中 纯天然的薰香保健品 又必不可少 比如说精油 我还喜欢点蜡烛 发现了这家纯天然的 Lavender薰衣草产品店 我就 赶紧多买点 这个是洗发水 中间的这个是护发液 最右边这个是玉叶 Lavender的蜡烛 我这人吧 稀里马虎的 买了四小瓶这样的精油 现在这个是老的 是旧的 就这类Essential Oil 我买了四瓶 到家收拾整理之后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你看我这人吧 但是我坚信 有张医生会蹦出来 我经常干这种事 这个产品 特别向大家推荐 这是大多数西方人 每日必备品 叶下出去异味的产品 原来我老公吧 用的所有产品都不舒服 自从用这个产品啊 哎呦 没任何副作用 我会把他们的网址 留到说明里 感兴趣的朋友 可跟他们联系 这是工艺品商店 各种化石啊 也是当地的特色 都不 venir 我来看 这有点不错 所以大家通常做 就是艺术 很不错 我来看 我来看 有点不错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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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在回忆他的童年呢 他小时候生长在农场 他说呀 那个时候他会找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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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石头 这些是一百万年前的水下植物 玩了一天的人们又累又饿 享受晚餐吧 欢迎来到美丽的海伦小镇 让我们来一起静静的欣赏 沉浸在五彩斑斓的圣诞彩灯的美丽小镇的夜景 在那里 晚上了一晚 在这地方 走在那里 我也是在云里 朝来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也不是 我不是 你你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一定快 我不是 旅居美国十几年 其实游览了不少美国各具风格的小镇 但是海伦小镇给我们的印象更有家的感觉 游客呢大多来自外地 我想啊他们应该也跟我们一样 在假日期间在这美丽的小镇 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就请订阅点个赞 并转发给其他朋友 让他们也有机会认识这美丽小镇 下次如果您到乔治亚北部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哟 别走开看下期预报 下一期我们将带给大家的是 位于乔治亚塔鲁拉国家公园的 塔鲁拉大瀑布 以及塔鲁拉国家公园的博物馆 精彩 静在其中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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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